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教授的频道 今天我们视频的主题呢 是拼多多奇怪有趣的小玩意儿 第2期 直接开拆好吧 看看我又solo了什么好玩意儿 如何隐晦的 来跟你的对象 或者另一半来传达 你对他的身材有一些不满呢 你们看这个杯子是一个猛男肌肉杯 八块腹肌胸肌公二头肌 你们看看啊 这个呢就是 你看一个猛男向年请安 你看公主吉祥 公主吉祥 这个杯怎么样 从今天开始 这个杯子就是泡孙的御用喝水杯 来啊第2个 太沙雕了吧 这个 一个奥特曼造型的电风扇 看来会发光哦 这太炫酷了吧 我这要带出去 啊这邻居家的小孩 那不得羡慕死我啊 你看他这个整体造型啊 侧面看的话 就是奥特曼扛着我这个电扇 然后这个腿是可以动的 哎你别说真的 如暮春风啊 我感觉他这个玩意儿 是不是不用电呀 好像纯手摇就可以 哎节能环保 下一个快递啊 可有点意思了 这个快递是白敬廷寄给我的 小白寄给我的 当然肯定不是真的白敬廷了 是那个店家 给自己起名叫自诩白敬廷是吧 这谁收到这快递 不得心动一下呢 这个是一个黄色的香蕉鸭子 我当时是看它整个造型太可爱了 然后它是一个可以立在桌面上面的小摆件 把那个香蕉的造型这块 前面捏了一个嘴巴出来就变成了一个鸭子 我觉得这个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的好可爱哦 虽然就是整体看起来操是操了一点 但是怎么说呢 就可爱就完事了 下一个是我其实想买很久的东西 但是去年的时候买 然后没有过了 今年的时候没想到就是做出来了 哎那咱不得买回来试一下吗 这个我穿上我觉得应该我爸 我妈会打我 哒哒哒哒 泡好了包 不知道了以为我们家进了个乖物呢 这个玩儿吧就是穿上还挺可爱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底儿太薄了 你看它是个拖孩 所以除了底儿薄没啥毛病啊 实话实说 这双拖鞋你是不是心动了 刚刚收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 这个鞋你知道和什么特别配吗 和那个防狼口罩 专门下半张脸戴上口罩就像是一个壮汉的那种嘛 你脚丫子在穿着这双鞋 没有人敢打劫你 壮壮 要是有一天你醒来发现我的脚丫子变成了这样 你还爱我吗 我会带你调病 哈哈哈 就借我穿穿 那你试试 你穿上为什么毫无违和感呢 爸爸你看他那个鞋 你转过来你给爸看一眼 哈哈哈哈 来不看都不看你 来不才不害怕呢 来不我这赤脚大先 哎呀呀呀 来下一个啊 这双袜子 这个袜子就是你买了它 相当于你买了一双鞋 你知道吧 像不像高光帆布鞋 它有鞋底呢 这袜子怎么样 虽然我不知道它具体什么时候穿 但是你看目前这么看下来 就像我穿了一双 哎 帆布鞋 你看还有鞋底呢 非常逼真 好酸 看我的鞋鞋好看吗 这么道啊这个 好看吗 好看 来下一个也是我们今天的到手第二个快递了 这个是我发现的一个洗漱台上的好东西 你别看它是一个角植豆啊 它这边是有个吸盘的 这个吸盘你是可以吸在墙面或者是玻璃上面的 这个位置呢 你就可以卡洗手的小毛巾啊 或者你可以卡个牙刷啊什么的 来 我们去试验一下啊 比如在这个位置哈 它就固定住了 我们用胖孙的牙刷来卡住试一下啊 哎呀 有点紧 能卡住你看到没 大家不要告诉胖孙 我把他的牙刷砍在脚趾头缝里了 是不是特别的实用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最实用的一个东西了 这个真不错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快递啦 啊 次最近非常火爆的 搭线散布蜗牛 咱就是说蜗牛的造型 非常的逼真 非常的生动哈 每一个关节都是灵活的 它是有音乐的 我们拉着它走一圈怎么样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片多多好玩 有趣小礼物小玩具的开箱啊 让你们种草了哪件东西呢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一键三连哦 这就是对你身材的激励 明白吗 你以后就用这个喝水了啊 哎 那个什么呀 这是一个奥特曼的电风扇 来扶我体验一下 来 太害怕了 来扶十分害怕这个奥特曼